AMWatt News 今天和大家讲一讲 特区政府近几星期里面 不是坐过山车 而是由山顶一路滚到山脚 讲的是他们施政的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长者中援金的问题 最初站得很硬 后来突然间说用就业的补贴计划 去保底 但是最惨的是 无端端在立法会里面说了一句 说你们批的 就得罪了建制派议员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在三税分流方案那里 他自己本身曾经有提过 就是说三税分流方案 只是有要和不要 原来又不是要 因为他自己作出了第三个选择 就是不拿上立法会表决 那变了这一件事 就是原来 哪里是得不要和不要 原来最后他自己还可以有第三招 那是挺奇怪的 再加上就是 其实这个泛民议员说想见他 他后来就说没有时间 还说是否有些人出于妒忌的心理 都不要紧了 妒忌论出了固然令人难堪 再加上就是说 在自己出房的时间 这一天就把那锅给了张建宗 这个政务司司长 因为他就处理这个特首 就即时约见了这个泛民 谁知道二十几个泛民 就只有六七个肯去 好像是七个 那究竟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 作为一个政府 言而有信 我觉得或者牙齿当今世 都相当之重要 但是为什么特首在过去的过几星期里面 是不断为自己制造一些公关灾难 甚至乎是将一些的说话 可以说是翻来覆去 就是之前就说是要不要两个choice 后来就说 原来我自己可以不想这个方案都可以的 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的失言 令到无论是泛民建制黄丝蓝丝都好 都得罪了 你问我 其实这些民生的议题 究竟中央有多关注 或者是否中央的一些所谓的死命令要去做 我觉得就真的机会甚美 反过来说 如果我站起中央大员的角度去看 我就会想 你过去那几星期究竟做什么 为什么突然间你得罪了全香港的市民 甚至乎连一些自己的固本的粉丝 或者一些你自己的队友都得罪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 说回来 其实现在我觉得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实我想各位的网民或者读者都可以想一想 第一就是这个施政风格 是不是影响了施政的那个职效或者那个所谓效率 如果是的话我觉得特首真的要检讨一下 到现在为止 其实这个新闻统筹专员这个职位 都仍然未有的 其实特首如果每一次自己出来解话的时候 都出现了这种状况的话 我就觉得他真的应该想一想 究竟是否应该请一个新闻统筹专员 去和他处理这些事务 而不是每一次都自己出来挡架 因为其实作为政府的第一把手 他都每一次出来说话 其实我们都应该有一种一言九鼎的一种逻辑 就是觉得他说的东西都应该是一个非常之确定的 有一个很肯定性的一个决定性的能力 但是现在看来在过去一个几星期 他一而再再而三 就将自己的一些决定推翻了之后 其实这个对于管治威信 多多少少也有影响 再加上就是其实你看到 譬如运输合房屋局局长陈凡 之前在这个三税分流方案那里 又说看了一些顾问报告 又说自己政府里面都做过一些研究 就说计过这条数据应该是最好的方案来的 不然只有继续塞下去而已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为什么政府又不勇敢地把那方案摆上立法会 然后由立法会议员他们自己否决了 让他们背了这些黑获呢 很明显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特区政府应该可以说 举期上面不单止是不定 直接是手振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认为其实特区政府呢 虽然不是说呢 就是要找一些所谓政治化妆师 这样的一些就是 那么贬持上面的 或者那么功能性的 一些的人士呢 去帮他们去做一个 政治上面的涂脂抹粉工作 但是正常的政治公关呢 其实都真的要做的 反过来说 如果不是每次都是局长 或者特首他们出来呢 说完又不算 不算之后还得罪人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呢 就确实呢 不是香港市民所乐见 而且这个也都会呢 令到中央政府呢 无端端可以说的话呢 就是特区政府做错 中央政府也都面目无缸 当然跟大家谈到这里